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李国义,谢新颖在OTT娱乐子秩序1006的房客中,终于正式面对彼此的情感,甜蜜剧情狂洒糖。 剧中两人确认彼此心意后,发起糖也毫不手软,浪漫唯美的吻戏亲号亲满,李国义还化身霸道男友,规定谢新颖的裙子不准太短, 被问到在现实中自己是否也是霸道男友类型。李国义说,我没有这么严格,但自己比较喜欢运动修肩型打扮的女生。 因为剧情设定让两人每天只能在一起46分钟,谢新颖表示,如果在现实中也发生这样的事情,自己并不想特地去完成一件事。 但是,他说,就一起吃顿晚餐也很好,还可以顺便看一集《1006的房客》啊。 李国义则想要帮对方捡指甲,他笑说,会很怪吗? 因为我觉得这行为蛮亲密的,过程当中也能够与对方好好对话,蛮好的。 该剧于每周三四晚间10点30分于台式首播,每周六晚间8点东三综合台重播,每周三晚间10点爱奇艺台湾战全网独播。 李国义,谢新颖文系浪漫为美。 OTT娱乐提供,李国义,谢新颖在《1006的房客》感情将大跃进。 OTT娱乐提供,李国义,谢新颖在剧中发气堂毫不手软。 OTT娱乐提供。